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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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周刊爆料还有更多 说陈启祥已经过世的前妻 跟吴敦一夫人蔡令仪是亲戚关系 现任女友陈采梅更是蔡令仪的姐妹涛 似乎岳父跟夫人路线双管齐下方便瞧事情 而且吴敦一不认识陈启祥的说法 其实也说得通 因为陈启祥不是透过岳父 就是女友当中间人 跟吴敦一不认识也算是简洁认识 吴敦一到底是吴端被扫到 或者是真的有扮演角色 周刊爆料投下震撼弹 不过特征组却说 就算报道是真的也无法认定 吴敦一有犯罪嫌疑 顶多当参考 所会按调查是否真的无上限 请全民继续看下去 三令新闻综合报道 被影射是X先生的吴敦一 是亲上火线来帮自己澄清 他一连说了好几次 他不认识陈启祥 也没有接受过陈启祥 或者是相关人等的请托 而且同时间他也撇清 他跟林一世的关系 他说他跟林一世完全不同挂的人 他似乎不想跟所谓世界 沾上任何意思的关系 那两位拿牌子的 X先生请你去找 是谁讲的 你去请他好不好 遭影射就是X先生 吴敦一大动干火直接回呛 接着亲上火线 这个是去指责哪一个是X先生的 你要把它找出来 不要今天X先生明天变L先生 变Y先生变P先生 这样就不好 赶快找出来 我不认识陈启祥先生 或有人称呼的陈启祥的越战 当然我也没有受到陈启祥先生 或所称的陈启祥越战的请托 去办理什么事 没有 没有这个事 姐妹套事是要何等 何等密切的有往来 或为邻居或有同学 或同事或过去有什么聚会 以上皆没有 他跟陈先生讲话 要怎样碰烘 要怎样分析鬼 谁能够控制得了他 我就说我才不感寡 因为我同他有公务上的往来 但是除公务以外的 是大夫无私交 我同他也不常碰头 但是公务上联系当然是会有一定的密度 我重视环保跟生态保育 所以天经地义 有人提到那些污染影响人民的健康 我当然要请环保署依法去处理 为民除害 吴敦毅不吐不快 滔滔不绝20分钟 是否卷入林医师案的千千节 就怕像这颗彩球一样难解 三地新闻成立过黄教委SNG小组 台北报导 要带您看就是特征组 昨天上午第三度提讯林医师 而林医师还是坚称 他自己一个人独拿6300万的汇款 不过检方怀疑 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政商共犯集团 所以现在决定要对他进行策划 第三度提讯 林医师已经习惯媒体围车 拍摄他的落魄模样 但还是用文件挡住上铐的双手 低头闭目养声 为等会的司法攻防站养精蓄锐 谢谢 请坐下 好 欢迎小心 离林医师到一小时 太太彭爱佳先移步到特征组 接受第四次征讯 改列被告后首度现身 彭爱佳发型不太一样 原本长到脸颊旁边的刘海 眼断到眼睛下方 昔日光现亮丽的主播风采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弊案缠身的憔悴 跟收押进进的林医师 在特征组交会20分钟 最近的距离却碰不到面 为了点钞封存 特征组早上动作频频 先约谈彭爱佳 又提训林医师 原本沈若兰也该到场 但因为身体不舒服请假 改由律师代劳 缺人查扣赃款是7500万元 马上由霹雳小组 和强实弹 护送到脏屋室存放 林医师口风景坚持是一人犯案 特征组也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震词在兜不拢 不排除安排对质 包括为何美金编台币 钱从哪里来又流向何方 一家三口三种说法 林医师坚不吐实 检方也不排除对他测谎 坚持独吞了6300万元 到底去了哪里 分给了哪些人 是不是有更高层介入 X先生又到底是谁 希望借由测谎踢爆谎言 追出林医师的购犯集团 谎话越说越大动 看不到林医师 对贪污所汇的丝毫回忆 三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好 也要带大家看 这个夫妻本是同龄鸟 但是大难来时 真的是各自飞吗 看到的是因为这个贪污案 被收押禁禁的林医师 在台北看守所已经9天了 不过呢 看到的是彭爱佳 似乎是没有空管先生的事情 好 怎么会出现这样子一个说法呢 这也是媒体报导 说从林医师被收押到现在 彭爱佳只送 帮她送过一次换洗的衣物 而且第一次林医师吃所外的食物 还是律师帮忙买的 既然太太并没有请人 帮忙带东西进去给老公吃 比起四年前 当时前总统陈水扁被收押的时候 当时的前第一夫人吴淑珍 是频频的会见 而且还请律师来帮忙带食物进去 帮这个陈前总统来加菜 对比起来这两对夫妻都是官司缠身 但是比一比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林医师与主播妻子彭爱佳 两人联手叱咤媒体与政坛 当时被称为金童玉女 两人晒恩爱献煞不少旁人 却在弊案爆发后 传出妻子不闻不问九天的积压 彭爱佳警委托律师 送过一次衣服跟书本 难道真的是大难来时 各纷飞 从二号收押禁见后 隔天丁中元一早就去探视 四号陈松栋也有去见林医师 十号李传宏同样顶着大太阳去北索 三位律师频频探望 连续一个礼拜进出看守所 除了讨论案情 也让林医师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 到冷气房避暑 就是让他可以舒服一点 因为至少绿健的时候 可以吹吹冷气 外界无人问津 律师李传侯亲自掏腰包买水梨 还是林医师收押后 头一次吃到外界的食物 同样官司缠身的前总统陈水扁 四年前受押禁见 夫人吴淑珍总记得要常常探望老公 就算身体不适 也不忘委托律师 带碗湿木鱼跟牛肉替阿扁加菜 两人的好感情献煞不少旁人 只是彭爱佳与老公在婚礼上大晒甜蜜 如今不问不问 是不是真的间谍情深 这一刻看得出来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么特征组呢 现在在侦办这个林医师涉及贪毒案件 好像这个案情也陷入胶着了 因为原本呢 二度约谈 陈启祥是希望呢 可以从他口中 套出更多的证词 但没有想到这个陈启祥 他在转座污点证人之后 恐风反而比疫情来得更紧 所以为了要厘清真相呢 检方现在不排除 要安排林医师跟陈启祥 来当面对峙 戴着墨镜 陈启祥七号二度现身特征组 时隔一周 检方再次从他下手 试图查出更多真相 因为林医师和陈启祥 两人共词 始终矛盾百出 都不拢 根据林医师的说法 所谓6300万台币美金都有 总共分三大代 陈启祥则则说 林医师要他将6300万换成美金 总计193万的款项 分成四代 分别是33 4 61 95万 四次金额清清楚楚 陈启祥交出一刀毕命的录音光碟 两次录音 彭爱家皆有现身 尽管只是请喝茶 外界人怀疑是共犯之一 不过爱气的林医师 绝口不回应 反倒是陈启祥 一口咬定彭爱家有在场 林医师时口否认有共犯 但录音光碟内 关键声音林仙堡 在场可能性极高 林医师母亲沈若兰 太太彭爱家 先后列被告 如今只剩父亲林仙堡一人 恐怕也难摆脱关系 只是陈启祥转任五点证人后 口风反而更紧 对其他共犯一律只字未提 现在两人共词都不拢 检方侦查陷入僵局 不排除安排两人测谎 更进一步当庭对职 确认到底谁在说谎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周刊也爆料说 彭爱家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曾经到台北市的民水路 来看豪宅 本来众介带他看的是 三四千万的房子 但是彭爱家一路看一路闲 一直看到七八千万的豪宅之后 彭爱家才满意 不过在弊案发生之后 看豪宅这件事情 当然也无疾而终 拉开窗帘往外看旧市可景 旁边还有大片绿地 更能远眺101大楼 这种位于台北民水路的豪宅 每平百万起跳 不但是科技的大佬 艺人最爱 也吸引政治人物来探污 而且根据周刊报道 彭爱家在今年 请众众带他来看民水路这边的豪宅 而且锁定的七八千万的个案 根据周刊报道 林医师的老婆彭爱家 今年农历年过后 曾经到附近看房子 指内容指出 房众起初带看三四千万的物件 彭爱家总是不喜欢猛挑剔 结果看了河岸正面 要价七八千万的豪宅 才让他感到满意 但就这么巧 三个月后 陈启祥拒付给林医师八千三百万 彭爱家看屋之旅就此打住 林医师的太太 她有没有来这边看过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那可是问题是 你说很多政商民流 会常常来这边看房子 这是铁定有一定有 因为本身这个民水路的 这个门牌号码 其实就很多人就很向往 这居的房众虽然不愿证实 彭爱家有没有来看过豪宅 但其实早在2006年 他的名下就有房子 而且账面获利还不少 其实林医师夫妇 名下登记的财产 就有记者后方这一栋的小豪宅 为台北松山闹区的建案 他们买的是约十平的小豪宅 当时一平约四十到五十万 六年后已经上看一百万 投资报酬率超过一倍 直林医师夫妻房产眼光虽然不错 现在两人都卷入所会弊案 即使投资高手也很拖身 三新闻 刘禀佳 杨冲银 台北报道 而林医师涉及贪图案 现在也持续的向上发展 连当年她的妈妈 沈若兰所涉及的超代案 现在也变成调查的重点 那么记者就寻现找到了 沈若兰担任董事的光离公司 结果发现早就已经人去楼空了 而事隔十五年到底有没有超代呢 那么高雄检方现在要重启调查 厘清一点 机动哭诉遭到抹黑 原来沈若兰涉入超代案 并然有办法经由前沈议员 林先宝的运作 超代到28亿多元 94年沈若兰担任董事的光离公司 涉及超代 记者寻现追查 发现光离早就停业 林医师的母亲沈若兰涉入超代案 当时她担任光离公司的董事 我们寻现追到光离公司的地址 不过到这里呢 已经是人去楼空 别墅区的透天错 就是光离的旧址 在81年到86年间 以17笔当时市值2亿多元的土地 向银行超代28亿 光离工程公司登记资产有8亿多 67年3月成立 92年5月已经废止 但是事隔15年 超代案却还是不清不楚 也没有起诉 特征组已经只是雄简 要重启调查 我们可能会做了解 我们可能要先把那些 当时的贷款资料调出来 做了解以后 才能去明了 看一下有没有形式不枉 林义市社会所贪 案情向上发展 只不过超代案事隔15年 是否过了追溯时效 还有部分银行已经改组民营化 人事变迁恐怕也增加追查的困难度 三连新闻秋少年 黄家平高雄报道 周刊现在也爆出了案外案 不只是地勇公司的负责人陈启祥 有找林义市来瞧事情 就连地勇公司的竞争对手天山资财 也曾经找过林义市帮忙 林义市涉摊社会的关键录音曝光意外扯出同党立委王进士的名字 不免让人怀疑案情不单纯 想不到陈启祥再向周刊爆料 地勇公司的竞争对手天山资财 原本找王进士帮忙瞧 但最后却改找上了林义市 我们就是上次讲那个啊 真的老板也出来讲的嘛 对不对 语气强硬王进士极力撇清共犯结构 不过这家天山资财主要业务是处理炼钢厂炉渣加工 和地勇是同业竞争 两家公司不约而同都找上林义市当靠山 后面可能会陆续爆料出来 一件一件可能都会所谓的 跟这个林义市前秘书长可能会有关系 天上飞的也要地上爬的也要 真的是真的是包山包海 那如果能够桥到那么多的话 那中间桥有没有违法 那那个我觉得特征主要赶快积极追查 不值地勇恐怕天山资财也在所会名单内 林义市涉猜案就像滚雪球般爆出更多疑云 三例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周看也惊爆 这是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王启明 他曾经指示环保局对地勇公司进行断料 而高雄市环保局也立刻做出澄清 说他们一切依法裁罚 绝对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 地勇的废弃脱流渣 高雄地检署接获检举侦办 却有媒体爆料 环保犯罪查器中心的主任检察官王启明 指挥环保局断料 就只有请他们积极处理了 并没有说做任何的行政指导 回顾事件的发生 2月16号地检署电话通知环保局开会 2月23号 由于地勇废弃的脱流渣 还能回收利用 没有违反刑法 不属于地检署的负责范围 检取函转交环保局 这个环保局奉主任检察官 王启明交办展开会刊 最后决定对多次违规不改善的地勇 来个下马威 上游厂商来做尽量 会不会让他会改善的比较快 饥饿如丑的检察官 我想这个名誉是检察官的第二生命 正的更正 而且是做平衡的报答的话 我想王检他不排除提出告诉 地勇被断料 陈启祥有如热锅上的蚂蚁 相继找了五位名代 到环保局找局长李牧生关切 时机敏感 没多久地勇公司的断料公文 随即被撤销 高雄市正风处随即展开调查 如果有任何不滑 我们接不包庇 林医师风波 案情每个小细节被放大检视 也让这把火越烧越广 越演越烈 三立情报南部综合报导 好 现在有问题的 恐怕还包括了中钢公司 因为陈启祥拒绝付林医师汇款之后 中钢就配合对地勇公司来断料 而且环保局已经把断料公文作废了 中钢还是坚持不提供料给地勇公司 那么陈启祥就透露说 这似乎是中钢最高层的决定 而背后有没有黑手介入 也让人非常的怀疑 林医师记者会上 中钢的国会联络人上官适合首度献身 那天那个拜会 完全是一个公开性 而且是一个礼貌性的一个拜 拜会 上官适合陪同林医师开记者会澄清 但随着林医师点头认罪 陈启祥到案拿出录音带 林医师所会案中钢扮演的角色 逐渐浮现 为了帮地勇桥合约 林医师13月10号开口要8300万 12号中联就和地勇续约 陈启祥一直没付款 23号环保局发文中钢要给地勇断料 一个多月后 中钢突然找陈启祥参序 6月1号环保局发文 作废断料公文 中钢至今却未恢复 电影公司他已经有诚心来做 那个移除的动作 也有改善这个农地 那个污染的情形 所以我们才会 在6月1号的时候 把那个公文解禁 其实在5月的参会 陈启祥向上官适合抱怨被断料 当时中钢的环保处长张检国真却说 这是公司最高层的决定 而所谓最高层 陈启祥直指就是中钢董事长邹若奇 当时上官适合等人向他保证 只要环保局发文不断料 中钢就恢复公料 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 中钢对地勇断料态度前后不一 不禁令人怀疑幕后有之黑手操作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 除了黑手之外 恐怕还有这个明代官说 周刊就点名了 在南部地区有5位明代 涉入这个林医师收费案件 包括了市议员还有立委 那么其中呢 这个议长许昆元的夫人 就两度带着陈启祥还有陈采梅 到环保局去找局长 不过呢 这个许昆元是发出了声明解释 他说呢 在了解事情原委确认地勇呢 的确是违法之后 他就没有再插手了 拿出公文 环保局针对地勇发出的公文厚厚一叠 其中三月环保局发文 向中钢要求对地勇断料 地勇5月底才将改善计划 塑胶环保局短短一天后 环保局就火速将断料公文裁册 传出就是由5位明代施压 他们是有来关心过 说这家地勇公司为什么要给它断料 5位明代除了高雄市副议长蔡仓达 始终站在检举利用 炉渣污染立场外 其他包括议长许坤源 五党旗议员杨建福 国民党市议员刘德林 以及民进党立委许志杰都曾介入 而当中最具影响力的许坤源 还传出富人两度带着 陈启霞和陈彩梅 亲自到环保局找局长 那我们也解释给他们听 他们也能够接受 服务选民 绝对没有拿任何钱 被点名的明代一一喊冤 除了许志杰提告外 许坤源也发出声明 强调自己和夫人 都是因为选民请托 才向环保局了解地勇污染案 但是在认定地勇确实有污染问题后 许坤源和夫人就没在插手 也强调夫人不会介入一场公务 林业市收贵案 滚雪球卷入明代官说 明代赶紧自清 就怕染上收贵色彩 三地新闻周围达理代君 高中报道 好 那么周刊也报道说 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 其实呢 长期在吴敦义老家南投草屯 帮忙民众呢 处理这个服务的案件 而其中一件就包括了 陈启祥的炉渣事业 而民进党立委就嘲讽说 其实蔡令仪呢 一直是个邪内助 如果她真的帮忙瞧事情 也不让人意外 但是吴敦义的儿子呢 赶快就出来澄清了 她认为她的妈妈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次我在南投有浮选 吴敦义忙选务 老家南投选民 有太太帮忙照顾 现在更有周刊爆料 陈启祥的炉渣生意 其实是蔡令仪牵线 请林毅氏居中协助 什么瞧生意不瞧生意的事情 我更不知道 而且我也不觉得 我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情 而这罕见跳出来 帮妈妈喊冤 还用简讯回复 怎么有人相信 如此吹嘘的言论有够瞎 但据说吴敦义真的很听太太的话 常询问鹰派的蔡令仪意见 重要场合也一定带蔡令仪出席 而蔡令仪站台 辅选同样很用力 谢谢我们的乡亲 来支持 你好 不要叫到我冬季 多说真的多错 蔡令仪曾因为失言 被民进党一状告上法院 不只作风惹争议 更传出朝爱算命 算老公吴敦义 官位能否再上一层楼 我认识 你讲这个名字我都还没有印象 他是谁我都不知道 听到算命急忙撇清 蔡令仪能干风头剑 绝对是吴敦义政治版图超强 嫌内住 如今再被卷入贪毒案 民进党立委这样嘲讽 除了X-Man之外 如果再出现一个X-Woman 我们也不意外了 蔡令仪文 黄大夫白乔英 台北乔波岛 吴敦义被视为国民党2016年出马角逐 总统的热门人选 而这次被扯进了涉滩风暴 外界就解读了 同样也是热门人选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出现的几率可能会因此大大增加 开新节目九龙壁副总统吴敦义 脸上满是笑意 当时被解读替总统命铺路 但事隔才不过短短两个礼拜 这个预言解读难道就要落空 看看吴敦义从立委市长方到行政院长副总统 关运一路平步青云 原本被外界视为2016国民党内最热门的接班候选 但现在卷入林义市贪毒案 接班凯卫镇重新洗牌 双北市长朱立伦 郝龙斌的终身带清新形象 反倒成为国民党现阶段最佳战力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来答复 被重新点名郝龙斌避坛 朱立伦仍在美国刚好远离风暴 蓝营党内人士在这敏感时机 似乎也担心多说多错 低调得很 连和林义市都没有讲多讲2016 才刚上任吴敦义位置都还没坐稳 因为和林义市太要好 好到受牵连 真的因此断送皇帝命的话 恐怕也印证了 最大的对手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 单力新闻林文副物亚晴 台北报道 好要带您来看这个离奇的死亡事件 这是新北市板草一名妇人 她沉湿在自家的浴室里头 而怪异的是她被发现的时候 不但是双膝跪地 而且头呢还泡在水桶里溺斃 初步是已经排除她杀了 不过详细的死因 恐怕还得要深入调查 远近拉起封锁线 盲城一团 因为就在公寓四楼 一名65岁妇人死在自家的浴室中 死状相当怪异 第一时间发现的前夫赶紧报案 好友都知道两夫妻离婚多年 但简性妇人长期患有慢性病 加上有酗酒习惯 需要人照料 就住在楼上的前夫会照三餐定时送饭给她 没想到就在上午送午餐时 却发现她沉湿家中 被发现时富人衣着轻便 但是她的头泡在30公分高 8分满的水桶里 悬疑的是双膝跪地 死状相当怪异 监视人员展开调查 目测妇人身上没有明显外伤 现场也没有凌乱的打斗痕迹 初步研判已排除她杀 但是死状离奇 是酗酒口渴惨遭溺斃 还是凶杀固步一阵 种种疑点还要厘清 三天新闻姚立强 新北市采报报道 而在台北士林有一间旅馆 则是发生了小女孩坠楼的世界 有一对父母亲到餐厅里头去吃饭 把四岁的女儿独自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头 这个小女孩睡醒了 急着找爸妈 结果不小心从八楼的气窗 摔到了二楼的遮雨棚 有生命危险 检视器画面 一对男女走进电梯 身穿条纹上衣的是女童父亲 站在左边穿黄色洋装的是女童的母亲 两个人当时正要搭电梯 到饭店餐厅吃早餐 不到15分钟 在房间里面的女童醒了 发现爸妈不在房内吓得大哭 冲出房间外按电梯 电梯门都还没开就跑下楼 在楼梯间把气窗门推开 想要找爸妈 没想到竟然从八楼坠落 附近居民发现后马上打19 听到很大声的那个声音 就出来看 那可是我出来的时候 小孩子已经被抱在那个前面了 原来女童的妈妈早有歪欲 生下女童 10号晚间和情夫在饭店私会 没想到去吃早餐 却让四岁的女童不幸坠楼 投诉的楼层是九楼 女童误闯到八楼的气窗 看看气窗的离地高度 只有50公分 高度刚好到女童的腰部 疑似开窗重心不稳 整个翻出楼层 摔到二楼的遮雨棚 神秘垂危 被问到女儿为何坠楼 女童的身父直说不知道 甚至批评犯店的气窗不安全 但由于解析女子和情夫 让幼童独处 已经违反儿哨法 父母也将被移送法办 3D新闻洋子线王白银 台北采访报导 还有周刊今报 李珍妮除了跟身名制身女儿之外 还疑似有其他的交往对象 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大约40岁 在五分浦开店的老板 他不但经常进出 李珍妮的地堡豪宅 而且平常也会开着百万名车 接送他们母女 穿着T恤戴着眼镜 李珍妮上周六被周刊直击 出现在地堡豪宅 身边还有一位 穿着卡其色短裤 黑色Polo衫的男子 一同进出 周刊爆料 他就是李珍妮的新欢 陈友亮 根据周刊报导 李珍妮的新男友 就是在五分浦开设一架店的陈友亮 今年大约40岁 是五分浦最大的一架供货商 老板的感情生活 店员表示不清楚 但根据了解 陈友亮的亲友们 其实对这段感情很不赞成 不过陈友亮一直不愿意分手 两人之所以会认识 是因为两三年前 李珍妮要在百货公司开服饰店 就到陈友亮的店里买衣架 两人在一起一年半左右 李珍妮五月中 还曾在脸书留下这段话 写着JF五月底 要带我去巴黎岛庆生 小帅哥祝福我们吧 JF指的似乎就是陈友亮 对于爆料 李珍妮透过助理表示 不认识陈友亮 只是对比一张张照片 李珍妮的说法似乎太过牵强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 之前曾经传出 在台中有一个正妹消防分队长 扯进了外遇风波 她是抢这个同学的老公 现在网友也很厉害 找到了这个受害的人妻原配 发现说她也是个消防队员 而且照片上看起来 比这个小三还要甜美 大大的眼睛清秀了脸庞 笑起来相当甜美 她是彰化县消防局的消防队员 2006年曾经登上消防凤凰橱窗 后来和服务于同一个单位的同事结婚 两人的结婚照看起来非常甜蜜 不过如今丈夫却扯入外遇 对象还是台中市前正妹消防分队长 事件曝光两人已经分居 我现在很好 那也希望能够维持平静的生活 然后让这件事情赶快落幕 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因为在台中市前正妹消防分队长 抢人夫事件中 认为这名外遇人夫相当可恶 应该出面说明 因此人肉搜索 才意外发现这名人夫的原配 也是消防队员 照片看起来还比前正妹消防分队长 还要甜美 直说这名人夫长相普通 不知道何德何能 能周旋于两名正妹之间 抢人夫事件中 前正妹消防分队长被指控是小三 原本他一度否认 但后来坦承和人夫出游 也进入汽车旅馆 南方则坦承双方有发生关系 外遇事件逐渐明朗 网友相挺原配 但受伤最深的也是正妹原配 三十七闻许数位 邱里红彰化报道 台中市第一广场 每到假日都会有大批的外籍劳工聚集 甚至这里还开设了 只有外籍劳工可以消费的夜店 每次周末乍起 这里生意都好得不得了 第一广场现在变成了 外籍劳工的极乐天堂 但是也让人很担心 会不会变成治安死角 夜店里满满都是人 跟着音乐扭腰摆臀 女子穿着火辣热裤 随音乐嗨到最高点 气氛热烈让尺度越来越大 男子干脆打赤膊 一起尬舞 这里是台中第一广场的越南店 不开放台湾人进入 在夜店旁边的墙壁上可以看到贴上大大小小的公告 上面还有不同的这个国家的字样 还有国企的图腾 就是要吸引不同的客源上门 非假日时段夜店深锁大门 但广告之多可以修到彼此间的竞争 日前一间夜店还请来女仆小姐 大胆在南客身上磨蹭拼夜机 也让第一广场始终摆脱不了秦色之名 到假日 假日是人最多的时候 那我们会规划一个大型的一个 闭锁式的一个灵检 其实第一广场随处可见 东南亚国家的广告也间接证明 确实这里已经成了外籍劳工偏好聚集的场所 只是周刊报导越南帮派在这集结 携手小弟成了治安隐忧 但辖区分局否认也强调会派出远警 不定时加强巡逻 3D新闻 许嘉诚 林伯燕台中报导 好 那么香港有周刊就报导说 有两个大陆的女临时演员 今年5月份的时候不幸惨遭杀害 而且还被分尸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凶手 搞得女演员们各个人心惶惶 不过剧组人员却说 这一切都是空虚来风 由吴奇隆出资主演的电视剧 新白发魔女传 正在中国浙江恒电片场如火如土赶拍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竟然传出凶杀案 5月份时 该剧组中的两位女演员被杀 并切掉双乳后再截肢 残肢分布恒电小巷和床 根据香港媒体爆料 剧组两位临时女演员 在下戏之后离奇失踪 隔天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遭到性侵杀害 死状相当凄惨 由于凶手至今尚未落网 在当地拍片的女演员 各个人心惶惶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不少剧组私下议论纷纷 但是当记者找上吴奇龙的时候 他竟然完全不知情 我们是这个地方很记忆 就连吴奇龙的经纪公司 也强调绝无此事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出来 肯定不是我们组 如果要是真的发生这种事 肯定咋就组里人就传开了 根本不可能 面对媒体大篇幅报道 新白发魔女传的剧组 态度低调 不管凶上岸是真有其事 还是新剧宣传炒作 已经让新白发魔女传 魏眼先轰动 现在新闻怎么打 一年一度的 共聊海洋音乐祭 昨天登场了 一连五天的时间 各个乐团会轮番上阵 超热气氛 共聊海洋音乐祭 气氛越晚越嗨 依然张正月担任第一天 压轴演出 台上热唱 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不只有乐团轮番上阵 现场还有烟火可以看 年轻人跟着音乐节奏跳动 就连阿嬷也跟着一起摇摆 还有国外乐团 夕阳下开唱 炒热现场气氛 音乐祭第一天就热闹滚滚 出版单位预估今年将吸引 八十万人次的游客前来朝圣 一起享受沙滩音乐比基尼 三连新闻综合报导 休息一下 广播国回来要带您看 这是林医师遭到收鸭境界 而他住的中三社呢 感觉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真笼一样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